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事小事都来这边 大家好 我是阿隆 大家好 我是阿辉律师 欢迎收听龙洲监察院 今天是我们龙洲监察院的正式集的开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正式题目就是 我们20对决到底是谁胜利呢 要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要跟你分享讨厌的邻居 讨厌的邻居 哎呦大家哦 我跟你说 你会不舒服的事情 对不对 我这边跟各位观众分享 你也知道我们台湾 停车或者停摩托车 它车位都有限 尤其是摩托车 你看当时你很晚回去 你很晚回去 你家楼口车停得温温 找不到停车阁对不对 那找不到停车阁 然后你政府一直在开放人家 哇 你也没有想要把他太旧换新 就是一直在发放一直在发放 那你停车可又那么少 然后你画的信都是那种红线 那虽然画红线 那讲真的你说人家不会去停 还是会停啊 停不到地方嘛 晚上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大家停也都对人停 因为真的没对停 没对于你手机摆托车起来 那摆托车是怎么摆托车起来 没可能的事嘛 所以嘛 久而久之 就有人可能他觉得他自己 可能他的位置被停走了 或者是阻挡到他的通行 那他就会不高兴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给你检举 给你拍照 那我心里面就在想 奇怪 你拍我这个东西 我心里面就在想 那我大概知道是谁拍的了 因为为什么 可能他影响到他的出路 那好 你拍我 害我被人家开罚 那你应该来跟我讲 你跟我讲 我可以移动摩托车 对不对 可能我阻挡你的步行 或者阻挡你的通路 你跟我讲嘛 你干嘛一定要拍呢 那你跟那些检举打 你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大家 村里头边打就这样 那结果他拍了我的照 然后后来没多久 我们就收到了红单 那当下你一定会很生气 对不对 有什么事不能解决 何况是邻居 那你表面上 你又假装跟我很好 然后你转头过后 你又叫你们的家人 来给我们检举 对不对 好哦 这时候我就开始 黑白咬了 你们听懂吗 要检举 大家来检举 我也给你打 打去 我也可以给你检举 那很简单的嘛 我检举了之后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知道是他检举 对不对 因为他 我检举完之后 他受到红单 开始的那一天 他不敢正眼看着我了 心虚嘛 对不对 你时日你检举别人 换别人检举 你自己什么感受 结果他就觉得 就是每次看到我 他头都低低的 不然就是赶快快步的离开 那我要讲这种东西 就是说 恶邻居 其实很多东西是误会 讲清楚就好了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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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么严重啦 就讲讲的 我就刷你过就好 你干嘛这样 况且 这么多人停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停 因为我停到你 平常在停的人位置上 他本来是他的位置 可是这大马路没有 这大个路 这不是你们家的 对不对 对啦 大家停在违规的心肠 大家都不对 三更半夜 没地方停嘛 隔天早上起床之后 这个大家就把摩托牵手 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你停我也可以停嘛 那你怎么来检举我呢 那今天你检举我 那我就来个 我反过来个 报复性检举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啊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停车在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或是这种社区型的 这个住宅 比较多的情况下 也比较容易有这个问题 尤其这个停车 像很多还把那个树 摆在外面 回来的时候 这树就会不见 离开的时候树又长出来 其实这个 这个都有一些问题 陆霸 陆霸是不是 所以这真的有发生过 就是他把自己的前面 用白色的油漆化停车阁 自己化停车阁 他上面再摆一个 这个障碍物 你基本上一水公 国有地 我自己化停车阁 其实这个法律上也有责任 第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讲 这个停车阁 它是一种行政处分 你去这样子做一个 这个停车阁 你等于 卫造政府的一个 划线的一个 这个交通线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也是有 法律上的责任 这样子 甚至我硬要讲的话 你这是不是有 窃占国有地的问题 因为画起来 划地为王的概念 如果说 假设我今天讲 他如果有的人 你等一下烧金子很多种 有的人会直接 放在地上烧 对 如果他把金子 直接放在建筑物 旁边直接烧 那这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危险 是说他可能 就算他说 我哪知道 我只是要烧金子 不是要烧建物 可是你如果放在 墙壁上烧金子 真的起火的话 我们法律上 也有可能可以认为说 你就是知道 这个是在烧建筑物 不然你在烧什么 对不对 你烧的同时 不是也在烧建筑物 如果这样起火的话 其实还是有可能 构成放火罪 这也是送刑法的 这刑法 他这刑法这样判断 如果是放火罪的话 可以除到无奇突刑 这么重 就是我讲的 因为放火 火这件事情是 他可以没有事 但他可能一烧 就是有时候你烧一间 可能整栋都没了 对啦 说到那个烧金子 龙哥我想问你 像我们一般这个 在外面 要烧金子很正常 因为可能有些 民俗上的要求 像如果说你们在监狱里面 可以让你们烧金子 如果真的有一些 比如说真的要 比如说家里有一些祭日 想要烧金子 或者祭拜这种东西 有这个经验吗 在监狱烧金子 就是在监狱烧金子 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只有 这个普渡的时候 只有普渡的时候 那其他你说 你的亲人 家属 你的祖先 你要什么 祭拜什么 好像没有 就是 因为监狱嘛 监狱要拜一些好兄弟 然后好像都在普渡的时候 大家都会买一些糖果饼干 那就是 他们也是会普渡 普渡然后拜拜 那我想问一下 龙哥 你们监狱怎么普渡啊 有有有 就是我们会 呃 一样他是会开卡 买那个普渡的东西 然后普渡的东西 他好像会有一个 所谓的 呃 套餐 对 套餐 譬如说 啊 我们现在 我们这些糖果 变得一分 一分 看几百块 啊 我们这个葡萄要用的 我们自己开卡去买 啊 开卡去买了 因为他的普渡的东西 跟你百贵的卡里面 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嗯 他就更特别 你听懂吗 嗯 更特别 我们就在工厂外面 譬如说 我们现在工厂外面做人 做人 我们就有白兜啊 白兜啊 我们就一些糖啊 变得在旁边的泡米箱 都把它放在 这个普渡桌上面 普渡桌上面 然后香炒菜 大家又去工厂做业 然后买到 如果我们开始 我们还要烧金钻的时候 大家就出去 这样黏 烧香啊 烧金钻 大概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会给你 我如果印象当中 就无意乏 是一年才一次而已 所以龙哥 你之前有在监狱里面 遇过重火犯吗 重火犯 有啊 怎么会没有 拜托 这种人大有人在 对对 而且我这个都判很重 我记得我认识 以前童股厂有一个同学 结果他好像是因为 有利益的纠纷 他去办会修样品屋 哇 结果我想说 修样品屋 我问说 甘木去 有没有烧死人 有没有烧伤人 都没有 就纯粹放我烧样品屋 你知道判多久吗 五年 怎么可能 大事怎么办这么长 你一定不是这样的 然后来 好像听他那个判决书上面 有写说 好像他是因为 有所谓的利益 利益的问题 然后你办会一人 去给建商 烧那个样品屋 就会判了五年 就像刚才讲 好重 因为他这个就是放火 然后又是放火 现在有人居住的 所以他这个就是 行动 不是 他是样品屋 但是样品屋 如果这个样品屋 还是有人会进出的话 对对对 那就还是算 构成放火罪 他只要说 现在有人 有可能会在里面 有这个危险性 现在有人在 因为可能样品屋 我们知道 像这个代销中心 他其实 还是有人在里面 每天还是有人来上班 你这样烧了 不是就烧到 那个一般的招待中心 也是一样 只是可能员工 员工 但还是他每天 还是要来 是哦 真的判很重 对啊 就是放 我就想说 放火这个行为本身 法律上认为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 而且 民事的球场 你赔一球场很高 那样品屋 那盖的样品屋 就要整千万的免贏 你球一下 你就完蛋了 对啊 很惩 很悲惨哦 对啊 所以有时候 这个奉劝各位观众朋友 真的不要以慎示范 这个真的是 开不起玩笑 不要说 不要说你要赔钱 你光是嫌度 你就受不了了 对不对 诶龙哥 说到这个恶邻居问题 你在监狱那么久 有没有遇到恶邻居啊 监狱的恶邻居 就是 就是 你在每个环境 跟每一个人相处 总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跟他 很match的相处 一定会有一本 比较难搞定的 我们以前在监狱 大家说 这个人是 比较 怪奇种 怪奇种 或者是老铁馆 很高级的 那他呢 他比较没有什么 团结核心的那种共识 他比较有 自我 自我观念比较重 那所以这种人 一般他在监狱 他很难相处 那很难相处 有时候你那个房间 他有大房 小房 中房 好了 我就举例一个中房 住个十个人好了 那住个十个人 你大家都在买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房长就会 觉得会 很困扰 就会去跟主管讲 把这个人调房 甚至问这个同学说 不然你 你这帮 不然你比较 不然你看 你要调哪一帮 我来跟老闆说 如果确定之后 又调去别的房 那你这个人自己 不是别人的问题 你的个人主义太重了 一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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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到 没有一帮 要给你住 结果呢 最后就换工厂 工厂 换来换 一直换换 换到最后怎么样呢 就是把你 移间 给你刷工 因为你派做会嘛 人要这样 你要这样 因为这是团体生活的 对不对 你说二龄街 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 相处的基本的态度 如果你在团体生活当中 你都要标新利益 人家吃饭 你吃泡米 人家洗得辛苦 你去睡 你都不洗澡 还是怎么样 引起卫生习惯不好 然后可能就是 你在房间 你可能会挑 会挑衅同学 会发生什么 打架 哇 那这样 那还得了 不是你一房打架 只有你们两个人有事 全房都要拿 就要被抓去做口供 很累 对不对 那长期先下来 谁受得了你这样子 你说他是不是恶邻居 还是不好的同学 那就见仁见智 所以龙哥 如果我在里面 遇到了恶邻居 我是可以自己去申请 我想要换房的吗 一般都是 一般你会跟你的房长讲 不是你的问题 一帮10个人 那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讨厌人家 9个人 9个人讨厌你一个人 那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自己还要为了他 你自己去调房 那就是他 一定是他的问题的嘛 对不对 那他又不走 怎么办 那他又不走 只有一个方法 对你刚刚讲的 没有说 自己调房 那你调房 你们的老板一定问 你有什么 你要调房 这时候讲出来了 可是这个人 每一房 大家都不要他 他要到去哪里 坚律嘛 这个不是我们家 我们没得选择 你不能选择环境 也不能选择同学 你只能说服自己 算了 人嘛 改变下来了嘛 改变自己的个性嘛 对不对 那要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是 揍他一顿 揍他一顿完之后 两个都办违规 然后两个都一起 一起被遗牵 那你们从此之后 你们就不会在这个工厂见面了 但是你们两个会一起移到不同的监狱去 你们还是在一起 为什么被揍了还要被移啊 我跟你讲 在监狱有一些潜规则 太奇怪了 这就是不成文规定 你敢打还是方法 很奇怪哦 他们两个都先隔离证讯 先去违规房 方法也是同样哦 先做笔录做完 然后去违规房 然后考核一个礼拜 谁对谁错 这个自由定夺嘛 对不对 那可能错的人打的人可能比较严重 可能会办 办这个违规 可能要上 上脚流 哎呦 要上刑剧哦 那你被揍的人 就是要隔离 真心是说 要厘清嘛 怕你们会有跟其他同学串阵嘛 所以要先厘清 可是很奇怪哦 我在以前在监狱看的时候 通常移间的时候 这两个人都一起都被移走 很奇怪 不晓得为什么 对啊 好奇怪哦 太可怜了吧 是不是宁可杀 杀错不可犯过 你杀到一个 我杀不了 轻轻旺旺旺的 最后 不好意思 车来了 好你知道 一起走 那我心里才在想 一起走 在车上继续打 不是 原本你讨厌他 他讨厌你 结果你们两个打架之后 一起走 一起移到 另外一个监狱去 结果你们两个 被革命情感最好的 很奇怪哦 不打不相似 结果就 我们两个 作为把作为用刷 跟那样有 我们作为 我们来一把给Jenny 一起做心收 一起下工厂 两个还要团结力量大 才不会被Jenny的同学欺负 对对对 这很好笑哦 所以说 在那种环境之下 在关其实有时候 我们是稍微要怪一点 不要再惹事顺废了 所以刚刚奥隆在说 这件事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啊 很刺鼻 很刺鼻 其实我老实跟你讲 其实那就是发生在 我们工厂 过我那一房 哦就是这一边 对就我那两个同学 你是当事人啊 哦没有啊 我是看戏的那个人 我是看戏的那个人 诶 奇怪那两个怎么打起来 吃瓜观众 结果呢 诶 那个没有还手的人 诶 他们两个同时 被遗坚 被遗坚之后 然后呢 这个后来那个 那个主管就说 哇 那两个这样用刷 结果准备要唱这两个 感情变得很好 你那有吗 哦真的哦 当然啊 两个同时都被遗坚 你还要打 我那一会儿呢 我那一会儿呢